城镇突然被一堵无形的墙笼罩 可明明所有人都可以安全地撤了 却唯独把我困在了里面七年 这期间我尝试了无数个方法离开 却根本毫无进展 久而久之我竟还患上了间歇性失明 而这里其实是被称为白雾禁区的死亡之地 并且在200年前的2025 白雾禁区就已凭空出现在了地球各地 第一个白雾禁区笼罩了方圆百里的生命 最后数百万人活着出来的却不足千人 之后禁区还以每年一个的速度不断增长 没人知道这些是怎么来的 只知道要想在白雾内活下去 就得遵守里面的规则 但在不久之后 禁区周围的生物却开始了异能觉醒 异能觉醒的人类被称为异能者 动物就觉醒成了魔物 而在七年前 白雾迅速吞噬了大半个城镇 所有人都慌忙地紧急撤离 但外面却有着一堵看不见的墙挡住了我们的去了 姐姐见状便执意要留下来陪我 直至将这无形之墙打破为止 至那以后我们便一直生活在白雾禁区的最弯了 不过这天我驮着姐姐在禁区边缘的地方寻找食物时 却发现居然有异能者跑到了禁区里面来围剿魔兽 只见这头牛形魔兽忽然发出一声嘶吼 回首的灰发男人便立即手持双刃冲了上去 第一招就划破了魔兽的肚子 而另一名铜蛋则变身成狼人攻向魔兽的脖子 紧接着又见一名壮汉手持巨斧紧随气候 狠狠地向魔兽砍下了致命的衣服 随着魔兽的身体重重地倒下后 三人便继续往白雾禁区内深入 此时姐姐见状刚想回头告诉我具体情况时 我就忽然两腿发软摔了下来 还未等我缓过境 姐姐就兴奋地告诉我 那群异能者宰了的大家伙 咱们今天终于可以开婚了 两个半小时后 我们拖着魔兽回到了17公里外的住所 并将其煮成了一锅牛肉汤 住所内我还有着一位木爷爷 七年来他们一直不愿抛弃我 陪着我一起生活 但这时姐姐见我居然在啃骨头 然后立马就将一大块牛肉夹到我的碗里面 这么多肉你竟然啃骨头 现在立刻马上给老娘吃了这块肉 文言我连忙解释自己只是想节约一点 不过在面对姐姐的大声关爱情 我也只好大口吃下牛肉 然而下一秒我的瞳孔竟骤然受损 那暂时性的失明再次袭来 此刻我不禁回忆起 七年前被困在这里的场景 那堵无形的墙以白雾禁区为中心 在边缘17公里外围绕成了一个圈 同时禁区与安全区之间 则也留下了一条17公里的缝隙 而这条狭长的缝隙便是我仅有的生存空间 但同时我也成为了这里的一名球 当然七年时间里我不是没尝试过离开 但无论我是用炸药包 还是从地下挖地狗 甚至是搭云梯也全都无济于事 可怕的是我的渐心是失明 竟还从偶尔发生一次 渐渐变成了随时都会出现的状态 此时我也从失明中逐渐恢复了过来 不过等我看着面前一直都陪伴我的两人时 我便按下决心 必须在我最后的时间里做点什么 随后等到夜晚我偷偷来到姐姐的房间 告诉她明天一早就带着沐爷爷离开这里 可姐姐文言却说 找到破坏无形之强的方法和我一起出去 是我们最初的约定 无奈我只好说沐爷爷的身体已经快扛不住 必须去人类的聚居去才能治疗爷爷的病 况且双二姐你也不该被困在这 毕竟这22号禁区想困住的人只有我 除了双二姐文言顿时就回过头抱住 表示她不想留我一个人在这 她还要保护我 于是我只能回应 万一她在外面变成了强大的异能者 那再回来保护我会更好 一时间我们都陷入了沉默 但最终双二姐也只能答应按我说的 等到第二天一早双二姐便开车出发 但沐爷爷见车上有大包小包的东西 便疑惑地问要去哪 而双二姐也只好谎称车上的都是工具 不过这时沐爷爷瞬间幡然醒悟 大喊着立刻停车 绝不能留我一个人在这 双二姐见状也只能加速离开 而见到他们离去的背影 我终是忍不住湿了眼 但很快我的眼神就再次变得惊弱 然后便禁止往白雾禁区内走去 相传有极少的研究证明 白雾禁区内人类会受到规则的约束 违反规则 闯入者便会受到严酷的死亡作为成本 遗憾的是规则几乎无从可知 仅有先辈们在二百年来一惨烈的代价 才换来的极少情报 最后总结成漏洞百出的规则书 但七年前我既然能从里面活着出来 那现在我再进去一次又怎样 随着我逐渐靠近白雾禁区深处 眼前浓厚的白雾忽然散发出一阵白光 但我缓慢地从白雾中穿过 眼前的景象竟令我顿感震惊 原来白雾禁区内竟然是拥有完整的生态系统 看来白雾禁区内变成了我一个人的乐园 找机会一定要告诉双二姐和穆爷爷才行 说着我便准备起了生火作风 直接就在原地吃起了牛肉火锅 而正当我美美地喝上一口汤匙 间歇性失明的症状竟再次发作 并且原本只持续几秒的失明 现在居然久久无法恢复 随即我猛地睁开眼睛 却发现这次好像并没有失明 反而还看见自己手臂上还多出了几行行字 也就当我还在疑惑这是什么东西时 手臂上的字居然就凭空挑了起来 只见上面写的是禁区规则 违反者将会遭受致命成果 其一不得攻击同类 其二不得哭泣落泪 其三有人叫你必须三秒内回忆 其四不得辱骂他人 其五吃东西之前要洗手 其六说把手臂上的字变缓慢地消散 而当即我便将刚刚看到的禁区规则写在本子上 心想刚才喝汤时还好是洗了手 不然现在自己就已经是死 但如果我能看到全部的禁区规则了 那我岂不是免疫所有的规则杀了 随后我尝试着用瞪眼来激活超能力 但持续了两个半小时却都是以失败告终 难道我的这种能力是不可控的吗 随之我开始回忆市民的右衣 好像就因为昨天吃了一口牛尾巴肉了 那既然吃魔物肉就能促进异能成长 那我可得多吃点肉 我还想看到全部的禁区规则 与此同时在禁区西侧30公里外的守夜人营地内 守夜人队长李信 此刻正一脸严肃地看着刚收到的手机信息 只见其上所述 22号白雾禁区内出现异能结晶的能量波动 请立即调查原因 看法李信便猛地将手上的石膏崩开 随之大喊 守夜人小队 集合 男人仅仅是咬了一口小女孩 禁究令的自己早已化作白骨的手 再次生长出完整的肌肉 原来自2025年白雾禁区降临到地球以后 人类便逐渐开始了异能觉醒 而禁区内的动物也变成了凶悍的魔物 百年来人类对白雾禁区的规则却知之甚深 所以稍有不慎便会命丧黄犬 殊不知被困在禁区边缘七年的午 如今却能清晰地看见禁区内的各种死亡规则 从此危机四伏的白雾禁区变成了五家后发育 而刚刚守夜人队长李希 在收到22号禁区内有异能结晶的消息 立刻就召集了守夜人小队集结出发 很快收到命令的队员便闻声感 其中有近战特化队员杨 以及狙击手赵老 还有支援特化队员周小萌来报道 出发前离队简单地说明这次任务 是去白雾禁区内回收异能结晶 然而队员们听闻却开始暴力 说他们可是才刚从白雾禁区里冒死逃出 现在居然这么快就又要进去 况且队长的伤也还没好 这时李队怒拍桌子表示 哪怕禁区内在危险异能结晶也必须回首 别忘了我们守夜人的身份 众人闻言瞬间便已准备好了出发 很快在30分钟后 李队却将找到的异能结晶交给了杨 并让他使用急速异能将异能结晶立刻带离进去 而其余人则留下为他断后 原来是有魔员一直在他们身后穷追不死 随即就见魔员纵身一跃 瞬间就超过了李信等人朝异能结晶的方向追去 李队剑状急忙呼叫赵冷阻止 狙击手赵冷在收到指令后瞬间架起巴雷克 然后不断将异能输送到狙击枪里 接着扣扫扳机 一颗异能子弹瞬间爆射而出 直接就命中了追击的魔员头部 且冲击力还将它砸进了楼里 然而正当所有人都以为魔员已经被解决掉时 不料魔员竟再次争议 然后猛然从楼里冲了出 李队剑状便立即使用异能腾空而起 同时凝聚出数百把金色长枪 然后枪间对准魔员后大喊 把金枪放 下时间数百把金枪汇聚在里面 对准魔员击射而去 可谁承想金枪不仅没能刺穿魔员的皮毛 还一起抓住了空隙 在口中疯狂的凝聚能量跑 瞬息间黑光就冲散了金枪往李队射 裸闪不及的李队被射中手臂 净直击就变成了一股白骨 苏小萌见状立即跑到李队身边 大喊着让李队快点咬住自己 李队文言毫不犹豫的一口咬不下去 与魔员对抗 这时魔员突然再次扑袭而来 李队瞬间展开金色屏障抵挡 同时朝身后的赵朗大喊 开枪 随即就见一枚子弹从肩膀上急速划骨 然后直接从魔兽的脑袋上贯穿了过去 随着魔员的倒下 李队表示这个禁区内魔物十分凶残 非常不适合人类生存 且刚才战斗的异能波动 可能已经引发了其他魔物组 所以他们得赶紧离开 苏小萌文言也只能祈祷 杨虎能安全地把异能结晶带到外面去 随着在他们即将到达禁区边缘的时候 李队却忽然叫住了众武 说附近有股香味在飘荡 然后寻着气味看去 居然发现有人在禁区里吃火锅 没错 他们发现的就是我 不过正当我开心地砍着牛肉时 却看见忽然有把金枪出现在了我面前 小子 报上名字和你的身份 听闻我立即高举双手回忆 夜夜夜 夜十七 普通人 可能是 这时李队见我说自己的身份是这般犹豫 立即就让苏小萌用检测仪查探一下 毕竟来白雾禁区的人类多数是些危险犯罪者 然而检测仪上却没有显示出 我有任何的犯罪记录及身份信息 仅显示了我的异能指数在一级以下 可哪怕是一级李队也不禁疑惑我为什么会在这 当即他便死盯着我想看出个究竟 不过等我看见那能杀死人的眼神时 我心想我必须得做点什么才行 不然一会他们想杀了我就糟了 说吧我便捧着碗里的肥牛问他 要不要坐下来一起吃火锅呀 不料就在此时 禁区深处竟突然传来魔物的吼叫声 李队听闻便判断这是蛮兽群在往这边来 随后他吩咐狙击手照拢在远处支援 他自己则留下来拖住兽群 而苏小萌就先带着我离开禁区吊死 因为他始终觉得我肯定有着什么秘密在身上 说吧李队便开始催动自身的金色异灵 同时一道巨大的金色光柱也自他身后拔地而起 很快兽群也已到达跟前 李信则手持金枪严阵一旦 而这时我就想趁他们不注意偷偷溜走 毕竟牧爷爷可说过在禁区出现的异能者很可能是罪犯 说不定一会儿就把我剥了 可谁成想就当我打算拿起锅就跑势 却发现自己在离锅越来越远 下一秒苏小萌就抱着我跑了紧 等等快放我下来 我还要拿我的锅 然而苏小萌却直接叫我闭 我心想异能者果然对普通人有先天的优越感 虽然龙国及整个联盟都规定异能者不能伤害普通人 时务时看见异能者都是躲得走 生怕碰见个脾气差的一刀杀了我再走 此刻苏小萌在月上高楼后却将我反抱着落地 顿时我的腰就受到了一千点暴击 我说姐姐咱们的姿势不对 我的腰都快被你夹断了 可苏小萌此刻哪管这些 只想着让我闭嘴 但随之却有一目让我大吃一惊 那是一个高达数百米由异能组成的金色巨人 只见他仅用手中一顶金色长矛横紫 就已将所有魔物全都拦了下来 并且我还清楚地看见巨人背上有着一个红色的模子 这一刻我惊呆了 七年来异能者我见过不少 但战力这么恐怖的却也还是第一次看见 随之苏小萌解释那是他们的队长领袭 且还自豪地说他们可是守夜人不是那些普通的异能者 然而此刻我注意的却是前面的白武平衡 穿过去的话距离无形之强就不远了 可糟糕的是我以现在的速度撞上去是要变成肉饼 当即我便和苏小萌说都听不见战斗声音了 要不要停下休息一下 可苏小萌想都没想就一口围绝路 无奈我只好说自己有病 过了这座桥会死的 只是苏小萌却依旧冲而不亡 看着越来越近的无形之强 我连忙思考起其他对策 结果随着我眼睛闭上之后 情趣规则却再次浮现 其六十三不可见之强 仅能以不可见之方式破除 只是规则是找到了 但又该怎么做呢 难道仅仅是字面意思 说到我便直接闭上眼睛 任由自己撞上无形之强 下一秒我就好似感受到了 无形之强正在破碎的感觉 随之苏小萌却摔到了地上 而我则被甩到了不远处的垃圾堆里 等我再次睁开眼后去发现 发现面前的居然是我 凝望了七年都处之不及的草莓 那么就说明 我从白雾禁区这个鬼地方出来 我终于自由了 这明明只是张普通的视力检测 但医生却说 这可以为我进行异能检测 然而我仅仅是一眼 就彻底看透了检测 甚至连墙背后的人 穿什么衣服都疫情了 所以无论谁在我面前 都是毫无秘密可言 原来在我逃离 困了我七年的白雾禁区后 守夜人小队就把我 带回到了营地调查 不过当赵冷询问了我一遍 基本信心 他却怎么也不相信我说的话 还一直问我 当时在白雾禁区里干嘛 而我就不停地解释 当时是在吃火锅 且本想请他们一起来吃的 结果不仅我自己没吃成 还把锅都给丢了 我还想找人说理去呢 可赵冷却反问我 难道不清楚说 普通人进白雾禁区 死亡率可是高达99.96%吗 文言我回应当然清楚 因为自己原本就是 打算进去找死 但赵冷显然觉得 我是在戏手他们守夜人 此时却见苏小萌 扶着浑身缠满绷带的理性走 赵冷见状赶紧上前 询问伤势怎样 不过当我看清楚来人时 却不由的精神 这不是之前在禁区里 化身金光战士 切以一己之力 抵挡了数十只魔物的人 接着理性拿着口供问 作为一个普通人 你怎么会在禁区里 理性听闻却很是疑忽 表示自己还是第一次 听说无形之强这种东西 无奈我也只好给他 从我七年前 被困境区的时候说起 当然其中我的眼睛 能看到禁区规则的事 我并没有打算公开 而直到我讲述了一个小时候 苏小萌也终于是 被我的悲苦遭遇同情流泪 同时理性听我说完后 认为我的眼睛失明 也是异能觉醒的意识 且当时检测仪 显示我是一级异能波动 很可能不是我的真实能力评级 所以当即他便安排赵冷 再向我进行一次势力测试 说罢赵冷就掏出了一把鼻手 然后在我面前迅速地挥动起来 接着问我他刚刚挥了几刀 文言我不太确定地说是67刀 知道结果的理性表示 我这是超人戏异能 拥有着势力增强和动态视觉 异能级别至少C级以上 而后便再叫人给我深入检测一下印度 如果有一场当场开场破度处置 文言我顿时一惊 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苏小萌强行拖了出去 救命啊 我可不想给你们当小白鼠解剖啊 不多是一位女人走了 并将我的手脚全给绑在椅子上 随即告诉我他叫诺诺 是负责为营地里的人做身体检查的 说着便表示他身后的那张视力检测表 就是我此次的检测内容 见状我却疑惑了起来 这玩意儿我在禁区废墟里可见过不少 可用这来检测我的视力不是大财小萌强 当即我就打算用我这双眼睛探索一下其他功能 随着我的眼睛不断向前汇聚 发现除了能清晰地看见视力表最小的字文 居然还能看到墙内材质 但下一秒 我居然直接就看到了墙背后的苏小萌 而既然我能看透物体的话 那人应该也可以的吧 当即我就将目光转移到了旁边的诺诺身上 我不其然下一秒我的鼻血就不由自主地喷出来 诺诺见状连忙上前询问我怎么了 怎么检测的视力鼻子还喷血 但此刻我只想说 好大好白啊 片刻后 一张我的异能检测报告打印了字 不过当看见我的异能天赋评级为C加时 便疑惑地问 我的C加级会很强吗 对此诺诺便给我解释起了异能等级的区分 异能者的实力分为FABCDE6个等级 天赋评级也就是代表异能的实力上级 其中异级的人数占比是1.4% B级47.2% C级为37.2% B级13.74% 至于S级和异级的异能者则不足1% 且这种级别无不是凤毛麟角的存在 一旦出现就必定会成为龙国重点培育人才 随后异能类型又分四大级 84.37%的人是超人级 12.33%的人是幻兽型 2.42%的人是神秘型 只有0.08%的人是元素型 最后诺诺告诉我别看C级异能只排第四 要是按照比例划分的话 我的排名已经很靠前了 还有他拍着我肩膀提醒你 当你用异能看别人的时候 对方可是很有可能感知到 就比如你刚刚对我使用透视的时候 那什么 哈哈哈哈 刚刚我是有些不熟练 所以才 但随即诺诺却打断了我 说以我这种稀有的辅助天赋 如果去报考异能者学院的话 很可能会拟学费 来了来了 军人冒死从生命禁区带出来的异能结晶 起料在交给女孩保管的顺床 异能结晶竟主动被女孩吸收进了体 原来在刚刚 当诺诺发现我在用异能偷看她时 她非但不升我的气 反而还建议我去报考异能学院 我心想这可是国家专门培养异能者的学院 一旦毕业就能成为异能守夜人 不过也不是什么人都能考上 因为每年全国最多也只有三分之一的异能者能考落 但我从小就幻想过自己能够考入异能学院 甚至是以后成为一名强大的守夜人 而如今我或许真的可以完成儿时的梦想 片刻后 诺诺递给我一张特殊的身份证 表示已经认证过我是安全的异能者 可以自由的活动了 文言我却是愣了一下 怎么自己突然就自由了 不是说还要开堂破肚啥呢 诺诺听文却哈哈大笑了起来 说那不过是理性骗小孩的玩笑了 只要检查出异能没事就不会有人管 文听此言我悬着的心才终于彻底放松了下 同时我便打算去寻找双二姐和慕爷爷他们的下落 然而就在半天前 双二姐他们为了躲避魔物 其实根本就还没有离开禁区的范围 甚至半路上车子还出现了故障 也就在双二姐在向慕爷爷保证 以后成为异能者一定会回来找我的事 不远处竟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响声 谁料竟是一大群魔物正在朝他们狂奔而来 见状他们赶紧上车逃走 然而破旧的车子即便是来到最多 却始终摆脱不了魔物的群追不舍 当即慕爷爷也只好将车上的货物全都丢了出去 以此来阻拦一下魔物的奔袭 可不一会车上的货物就全都丢空了 随即双二姐连忙喊慕爷爷快把后门关上 但谁曾想 就在慕爷爷即将关上门之际 首当其冲的魔物竟突然加速撞向车子 而此时高楼上的杨虎剑状顿时俯冲而行 一拳就将撞上车子的魔物给揍废了 然后他自己就直接窜进到了车子里去 随之他着急的大喊继续加速不要停 这时由于为首的魔物被击倒 授群奔袭的速度才终于得以减虎 而双二姐他们也趁机快速逃离 此刻慕爷爷见杨虎伤势过重 便想着给他紧急包杂 可双二姐听后则说得先弄清楚来人的身份才行 但杨虎这时却打断了队 表示危险还没过去 现在讨论这些还太早 果然下一位 就见一双爪子突然就击穿了车尾的后车窗 然后一把将车门给甩飞出去 原来是有一只飞行魔物追了上去 杨虎症状瞬间坐起身子 说他会挡住魔物让双二姐只管开车出去就行 然后他又掏出一枚异能结晶地给双二姐 表示请一定要把这个交给军方 可谁料飞行魔物此刻竟把头探进了车子 且还一口就叼住了杨虎 随即杨虎急忙往拳头汇聚一拳 一拳就将魔物揍飞 然后再借一机上勾取 把魔物直接打出车子外面 接着他说到虽然我们是第一次见你 但我相信你们是值得心爱 而且用我这条命换一枚异能结晶也是 说罢他便义无反顾地冲出车子 朝魔物的方向猛扑了过去 同时双二姐他们也知道留下来只会成为雷座 便也只能按照杨虎说的离开 然而就当双二姐想看一下杨虎拼命保护的是什么东西是 结果手材刚碰上异能结晶 就忽然爆发出耀眼光芒 直接融入到了双二姐的体内